我就送你一趟去有這支煩惱火 我連我多送你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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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也出問題了 四年多前診斷出 我背部有一顆小結節 那時候才0.2 那很不幸的 這一顆0.2已經漲到0.5了 請要報廢親愛前兆 聖竹爐84歲眷官斯坦找詐騙 感謝聖竹爐大哥 百忙之中 操控來演出 即將被詐騙的老先生 你厲害了 正在台灣霹靂會 動不動就要送人家集團那會 勞文聰青陽漸淡出戲劇圈 竟然為了拍攝反詐騙影片 著急勞映人們共襄盛舉 不過54歲青陽大哥 透露身體狀況不太好 我現在就頸椎的問題 脖子頸椎總共有七節 我有三節出問題 肺部也出問題了 所以我打算在這個公益影集完成之後 辦最後一場大型的上映會 我就去住院 住院檢查 一定有趕快好起來 要不然還要構思第二部 剛才有說你背部有一點 有問題是空隙上面 四年多前 診斷出我背部有一顆小節節 那一時候才0.2 那很不幸的 才一顆0.2已經漲到0.5 因為我持續有在追蹤 除了這一顆 又有跑出其他三顆 都很小 如果影棋拍完 我回診的話 繼續長大 那我就要開刀了 同樣也是久違 櫻光幕前的八十四歲 盛竹如 捲入了誰摔死的理性 影片官司 盛輩被擔任旁白 照前例委羅蘇蕾提告 年初被判家中誹謗罪定驗 上個月又被判 連帶賠償兩百萬 那大哥有因為前陣子的就是 不然是影響到自己的心情嗎 那個沒事 那個 那等於是個詐騙 汪建銘最近就是有傳離愛的消息 有關心他一下嗎 有很多朋友關心 我應該過幾天會去找他 汪建銘啊 大哥 不會 蛤 比我快啊 你還中間在初期以內 那個一定要趕快 因為我伯伯 到時候八十天就知道 蛤 你真是說我怕嗎 蛤 我就送你一趟 Q一支花那位 我連我家送你一、六、六、兩更啊